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随着医药科技的逐渐进步 要抑制这种顽固疾病已经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烈日当空的一个下午 黎明镇风雨不改地从家乡如佛的麻坡 坐长途巴士到吉隆坡险都的台北中医院复诊 治疗脑人的皮肤病牛皮险 今年39岁的他回忆说 25岁的那一年 他头上长了一粒像豆子般的红点 初时他还不以为然 怎么知道后来 红点就蔓延到背部 手和脚 很紧张去看医师 看医师给我吃类固存的药 涂那个软膏 其实越涂是越长 涂了如果一段时间不涂 它反弹很厉害 它会更多不是更大 黎明镇全身约有55%的皮肤 受到牛皮险的七十 皮肤到处是一片片的红斑 就像刚被烫伤一样 大部分患处也一直有银蟹在剥落 黎明镇说 当医生宣判他身上患的就是牛皮险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能接受 林明镇说 身上一层厚厚的皮 不止让他发痒 像极了鱼鳞的隐蟹还时常脱落 让他痛苦不已 患上牛皮险之后 林明镇的生活起居起了变化 不止不能获得家人的体量 还无法保住工作 一年换了十多份工 为了摆脱纠缠着他十多年的牛皮险 林明镇从柔佛州到新加坡 再到吉隆坡 甚至远赴泰国去求医 可惜全都无效 为了医治牛皮险 他花尽了所有的储蓄 台北中医院周百林中医师分析说 牛皮险是能根治的皮肤病 它不是皮肤有问题 而是因为体内有毒素存在所造成的 他说很多病患在发病后常会错误医治 导致病情恶化 通常我们有了牛皮险 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就去买药膏来涂 对不对 通常上这些药膏里面的成本都很多 那些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尤其里面有些叫做内固醇 那么你涂这种药膏 通常它会控制你的病情 不过它没有把病治好 在我们的理论就是讲 皮肤把它吸到这个体外的这个毒素 你又用一个方法把它压回去 那么它就在里面蔓延 对于严重牛皮险的患者如黎明镇 周百林运用世界新皮肤病疗法来为他治疗 世界新皮肤病疗法其实是源自于日本的蔡杜骏医学博士的研究 在日本这种治疗法对医治牛皮险有不错的疗效 周百林说 世界新皮肤病疗法就包括了内外排毒 内在排毒就是饮用三通茶来通气 通血和通水 服用世界草药配方的营养辅助品来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而外在的排毒方法则是进行推拿 满汗全汤泡澡和进行珍惜 把体内的毒素排出 我们的针是有一个标准的 插在你的皮肤的表面 把那表皮刺破 不会伤害到皮下的组织 神经很安全的 把那些表皮刺破了 我们就用这个杯套一个吸管 放那个急害那边 就把那个皮下的血液 那个毒素吸起来 就是排毒 自从进行了这个世界新皮肤病疗法之后 李明镇身上的灵皮险开始有了改善 他说现在他已经很少脱皮 银蟹也少了百分之五十 他会慢慢变成薄 以前是厚度嘛 以前是厚 慢慢薄 薄了过后就会慢慢滑 但是那个红色会变成浅红 浅红变卡了这样慢慢 要很长的时间 追溯李明镇的家族历史 李明镇说 他的家人都没有罹患牛皮险的前科 他不明白为何他会患上这种皮肤病 皮肤专科医生陈胜瑶解释说 牛皮险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遗传病 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陈胜瑶说通常一个家族里 会把牛皮险传染给下一代的可能性 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遗传病是错综复杂的 没有那么简单 有时候父母亲也没有 父亲看不到 母亲也看不到 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这个基因 因为基因配合很多因素 才有症状出现的 有的人有基因 但是没有症状 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遗传学是很复杂的 然而陈胜瑶却认为 牛皮险是一种不能根治的皮肤病 陈胜瑶说 患者通常会在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期间发作 牛皮险虽然不会危及生命 但是病情不断的复发 也常常为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严重的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陈胜瑶说 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 医生会为他们进行照射紫外线治疗法 有的治疗方法 是用那种紫外线 所以我们有一种叫做Puva therapy Puva therapy就是塞紫外线的 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有的有作用 有的病人没有作用 陈胜瑶说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牛皮险的预防针 但是在国外 患者会以注射生物性药物的疫苗 来控制牛皮险病症的发作 不过陈胜瑶却不鼓励我国的患者 这么做 有的人你注射下去啊 它就比快消消失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注射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注射 因为它是行药 贵的不得了 有的一只啊千多块 所以你注射二十只要三万了 陈胜瑶说 精神因素如过度紧张 焦虑压力过大等等 都会影响到人体的免疫能力下降 继而促使牛皮险复发 牛皮险虽然顽固难治 但是它绝对不会因为触碰而互相传染 因此 国人不应该排挤或是歧视这些患者 患者也不应该自暴自弃 应该抱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顽疾 调节自己的生活饮食 配合有效的治疗法 以巩固治疗成果和降低复发的几率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